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范围未知 被转化的物质会维持稳定状态 而不受环境因素影响 金属氢和金属氦是常见的结果 不管周围温度如何 都会维持固态或液态 最常见的转化结果是固态或液态氢或氦 把空气转化为氢氦氨混合 把植物转化成类金属基的生物 NICP2845通常会以5公尺的转化区域环绕自己 并且完全免疫物理伤害 NICP2845最常使用的进攻性转化方法 是一个直径7公尺 高60到80公尺的圆柱形区 或一个长度为100至150公尺 最宽处10到30公尺的水平圆锥区域 但它也曾被观测到攻击距离10公里的单一目标 NICP2845转化的人类被称为NICP2845之一 NICP2845之一是2.4公尺高的六边形塔状物 有橡胶光泽的黄绿色皮肤 NICP2845之一个体没有任何外部感觉器官 试检发现它们也缺少内部器官 除了占据整个内部的大脑 具有其他被重建器官和某些额外外部物质的质量 目前不知道NICP2845之一如何摄取养分 或是是否需要营养 NICP2845的收容措施包含一连串荒谬且复杂的仪式 这些仪式包括荒谬的戏剧 管乐演奏 召唤礼物 烟割地检缘 烧好一名不到三个月大的孩童 吞下再将其吐出 并且每63小时54分钟要重复一次仪式 文中的解释是 NICP2845是一个神 对于一个神 仪式和信仰所用的力量比所有科学规则都强大 而且仪式不容许任何的修改 它的运作是因为一个任意的标准被认真的执行了 相信满足这任意的标准能达成一个确切的目标 让仪式拥有力量 原本无意义的行为通过重复和应用而变得有意义 但这些仪式其实没有困住NICP2845的力量 只要NICP2845想要逃跑 随之都可以逃跑 并可以在转瞬间将整个设施化为一团清洗 仪式只是愚弄了NICP2845 将它困在一个固定的行为模式中 任何一点误差都可能造成NICP2845的受容失效 因此尽管看似残忍 荒谬没有没有意义 但仪式仍然会持续下去 NICP2845是一个上顾又有陶制雕像 大约有三公尺高 雕像的外形是一个有翅膀张嘴的牛头人 雕像的前驱干有角链连接 可以从顶部打开 里面是一个可从外面上锁的洞 容积大约0.6立方公尺 雕像的背面有一段迦南语的说明 其中一部分翻译后为 在罕见的情况下 SCP089会开口说话 有时出现的间隔甚至高达一个多世纪 内容包含三个部分 通过比喻的方法 预演一个即将发生的灾难 被称为S型事件 S型事件都是瘟疫 自然灾害 涉及种族灭绝或其他大屠杀的 机器疯狂之类的事件 一个健康的无缺陷的人类婴幼儿 或孩童的名字或描述 称为SCP089J 一个涉及SCP089J的特殊仪式 称为M8程序 这些灾难事件通常会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 并且只有在M8程序被执行后才会停止 M8程序需要SCP089J的母亲 SCP089之B 将一一染物与SCP089J放入雕像的洞中柄点燃 在随后的2到5小时内 SCP089J将会燃烧然后毁灭 而这个程序只有在母亲的资源合作下才会成功 其他情况下的任何方法都会导致灾难变得更严重 文中最后提到 目前一个S型事件正在发生中 而M8程序尚未被执行 SCP1459是一台被改造过的夹娃娃机 大小为2.3公尺乘1.2公尺乘1.5公尺 与同类型的机器相似 它的中央有一个矩形空间 前方与侧面是三面透明玻璃墙 底部和背面是白色塑胶 但是SCP1459的内部没有送出奖品的花槽 机器的操作面板上有两个投币口 一个大红按钮 一个麦克风 一个数位的数字显示萤幕 一段写有银块饼干的标志 和一个用于送出饼干的狭窄水平输出口 机器背后没有电源线连接 也不需要电源 推测机器是由某种异常方式供电 SCP1459不能以任何移植方式被打开或破坏 当投入一枚25枚分硬币后 一个开口会从天花板打开 一个抓着一只SCP1459之一的机械爪 会从其中伸出 SCP1459中出现的其他物体 通常比机器本身的上端体积大很多 目前不知道这些物体是在游戏启动时 被SCP1459创造出来 还是从其他地方传送过来的 SCP1459之一的外形类似幼年家犬 品种、性别不一 SCP1459一般会选择玩游戏者最喜爱的品种 SCP1459中似乎有无尽的SCP1459之一个体 但除此之外 SCP1459之一没有异常性质 并且会有与一般幼犬一样的行为举止 在放下SCP1459之一后 萤幕会显示出之前进行过的游戏次数 并播放一段录音 随助游戏者按下按钮 并描述一种能摧毁SCP1459之一的方法 在播放后 操作面板上的按钮会开始发光 显示萤幕会开始15秒倒计时 接下来玩游戏者 可按下按钮 并向麦克风描述一段 能对SCP1459之一进行的致命动作 唯一的限制条件 是不能选择之前游戏中使用过的动作 如果游戏者在15秒内说出了一种处决方式 机器内天花板上就会打开一个小口 并伸下一排机械手臂 抓着提出方式所需的任何物品 如果指定的方式 不可能在机器内空间被完成 SCP1459会展现出更多异常性质来完成任务 SCP1459所能使用的方式 几乎完全没有限制 黑洞、核爆、绝对零度 甚至还包含司法系统与电车的难题 一旦SCP1459之一死亡 一块饼干会从机器前方的输出口 送出给游戏者 饼干口味包括巧克力、香草、夜麦、葡萄干、草莓、檸檬、白巧克力和花生酱 一般来说都是游戏者最不喜欢的口味 如果游戏者没能说出处决方式或是方式不合要求 一只机械手臂会从SCP1459的小口中伸出 并开始殴打SCP1459之一个体直到其死亡 之后没有饼干会被送出 SCP1459会在每场游戏后 自动清洁内部空间 在清洁过程结束后 会播放一段声音讯息给游戏者 耶!你肯定要为此下地狱了 再玩一次 SCP204分为两个部分 SCP204-1是半有机的奈米机械群 会以保护者的形式跟随SCP204-2 SCP204-1大部分时间会分散行动 几乎不可能以正常人类感官察觉到 当SCP204-2遇到危险时 或是当SCP204-2发出命令时 SCP204-1会瞬间物质化成固体的物理形态 物理形态的形状和性质取决于SCP204-2的想法 心理状态与一向相力 虽然具有能变化的特性 但这些物理形态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 强大的力量 巨大的体型 基本的智能 完美的服从SCP204-2 并且能借由吞噬生物的血肉再生 一般的武器就能伤害到SCP204-1 如果造成足够的伤害 可以迫使它回到分散的状态 SCP204-2会是一个年龄4到14岁的小孩 除了能呼叫SCP204-1外 SCP204-2并没有特殊的地方 SCP204-2具有共同的特征 它们都有被虐待或经历过危险的背景 并且许多因此的一患精神疾病 SCP204-1会被这类的小孩吸引 但不知道它们是为何以及如何找到它们 如果SCP204-2被处决或是年满14岁 SCP204-1会抛弃它 并且找到新的孩童来印记 如果SCP204-1找不到适合的孩童 它会立即物质化 并疯狂地攻击任何视线内的东西 SCP204-1找到适合保护的候选者后 它会跟随它 直到SCP204-2死亡 或是SCP204-1自行决定离去 但SCP204-1不只是保护这么简单 所有的SCP204-2在被跟随后 都会有更激进 追求危险的行为 而不在乎人类的生命 李渊认为 SCP204-1有能力操纵SCP204-2的思维过程 使这些小孩更容易处于危险之中 以此正当化他们攻击的行为 并获得他们为生所需要的生物血肉 SCP204-1在收容中的定期喂食 通常包括野狗 公牛 或是任何其他因攻击行为 而必须被安乐死的动物 但是如果无法取得这类食物 低解人员也可行 为了保持SCP204-1的收容 基金会会时刻保存一批小孩作为候选者 预防当前的SCP204-2被处决或抛弃 理想情况下 所有候选者需为10岁以下的孤儿 并且有被虐待的背景 但在需要的时候 基金会会将不满足条件的孩童 安置于曾被定罪有暴力犯罪 儿童虐待及恋同P的低解人员组成的照顾者看管下 以生产合适的候选者 SCP-231包含了7位怀孕的女性 SCP-231-1到SCP-231-7 这些女性是在警方搜查一个名为 生活王之子的组织 所持有的仓库后发现的 在被救出了24小时后 SCP-231-1开始产痛 三分钟后产下SCP 导致某可怕的事件 造成大量的伤亡 基金会人员立刻控制了剩余的6名女性 并根据从该异教团体回收的记录 设定了110蒙托克程序 110蒙托克程序必须被实施在SCP-231上 以防止灾难事件的发生 对于110蒙托克程序到底是什么 文档中并没有明确详述 只有提到它不仅可怕 会给人带来强烈的痛苦 并且涉及某种野蛮的行为 一般常见的推测是性情 不管是试图将SCP 胎儿个体移除 或是母亲死亡 都会导致灾难事件的发生 SCP-231-2在试图移除SCP 胎儿个体时死亡 SCP-231-3因为蒙托克程序 导致了长期痛苦而自杀 SCP-231-4被使用SCP-500治疗 虽然成功地将SCP 排除体外 但排除的残留物也引起了灾难 SCP-231-5由于110蒙托克程序的 施行不当 在施行的一小时后产下SCP 引发灾难事件 SCP-231-6在被某位特工鼓励 并协助的逃脱尝试中死亡 这位特工因接触SCP-231过久 而受到高度压力 取得了SCP 并试图用该武器解救SCP-231-6和SCP-231-7 过程中特工被击毙 SCP-231-6也被榴弹杀死 SCP-231-6的SCP 胎儿随后导致灾难事件 这些灾难事件的威力不断上升 推测SCP-231-7的生产会导致SK级世界末日 而110蒙托克程序的实施 SCP-231-7的痛苦 可以避免世界末日的发生 为此基因会甚至会在实施多次后 对SCP-231-7进行记忆消除 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虽然SCP-231的文档非常可怕 以我外围文档试图以其他方式来解释 在《恐惧维存》这篇外围文档中 110蒙托克程序只是朗读故事书 而SCP-231的文档只是捏造出来的产物 以此来产生恐惧 而恐惧就是生虹之王所需的一切 以上就是五个挑战人道德底线的SCP 其中我特别想提出来讲的是SCP-1459 SCP-1459的时间记录其实非常有创意 跟SCP-261次元泛用售货机的时间记录非常相似 充满许多不可预期性 但我实在是无法接受虐狗 导致我在看的时候心里非常矛盾 但是看其他SCP文档 第一级人员的遭遇倒是不得这样的感觉 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有这样的心情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自由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让你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出来的SCP和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